本來就是討厭侯康就不要選啦 喜歡侯康才選侯康啊 討厭這個賴銷也不用選賴銷啊 我想文大這數字是這樣喔 就是說民進黨喔 現在選舉快到了這個1月13號了喔 奧薄現在就開始出來了 文大這數字就是奧薄啦齁 我真的覺得喔 如果大家覺得他貴 就抵制他嘛 罰起這個文大附近的這個租戶喔 抵制 抵制凱旋苑 就不租他 不跟他租 讓他沒有租客 他租金看要不要下來嘛 這不是就是這樣嗎 所以尊重市場其實就是他貴 我們就不去租他的 讓他受到打擊 讓他沒有收入 讓他賠錢喔 那這樣我覺得壓力一大 他就會降價嘛 因為我們有講說那個就是 在講文大的這個租金 如果太貴不要租 那就主人就說 那如果討厭侯康就不要選 那怎麼看 本來就是討厭侯康就不要選啦 喜歡侯康才選侯康啊 討厭這個賴消也不用選賴消啊 選舉本來就這樣嘛 各喜各愛各有選擇嘛 我想文大這數字是這樣喔 就是說民進黨喔 現在選舉快到了這個1月13號了 奧薄現在就開始出來了 文大這數字就是奧薄啦齁 那等等我會講 就是等等你們待會問啦齁 民進黨奧薄有兩種 一種就是造謠聲勢 一種就是司法 周德倫就是一個例子 等著我們在談齁 那文大這個事情喔 原來他是 侯太太的房子是租給文大 其實我也都從媒體上看到齁 侯友宜也沒跟我談過這事齁 所以當時要大群館 因為文大的 如果大家讀過文大的 文大好像都叫大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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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 那他現在沒有跟文大簽約 文大跟他解約啦 文大解約以後他現在才叫凱旋苑嘛 他是跟星光星獸去簽約的嘛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已經不是文大的宿舍了嘛 他已經是一個外面的房子 如果你是文大的學生宿舍 那當然價錢要管制 因為學生沒有什麼收入嘛 所以學校應該把那個價錢壓低 所以他現在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他說跟101價錢一樣 101現在都差不多5千塊一坪了 將近5千塊 他現在3千出頭 3千1 3千2 跟101比起來差很遠嘛 那民進的厲害就是 他大概任何事情就有2分40 8分在那邊造謠 所以2分40是說 對他的確有一個房子 在文大附近 以前也是學生宿舍 其他的就全部跟你亂講一通 譬如說什麼價錢跟101一樣啊等等 那另外一點就是 他現在已經不是學生宿舍了嘛 學生宿舍的時候 一個人一個月3千塊 四個人租一間 他現在已經改成 新售把它改成一人或兩人一間嘛 所以我的意思說 因為文道最近招生非常不好 他招生缺 學生缺席率有58% 將近60% 60%沒有來 招不到學生 所以他現在原來宿舍 我的了解原來宿舍很緊張 現在宿舍也不緊張 就學生宿舍 你想 60%已經招不到學生了 這個學校處境也蠻辛苦的啦 那所以呢 那他這個房子 我想他為什麼現在也不是學生宿舍 主要原因就是對外了嘛 那對外 那你如果覺得他價錢貴 為什麼講說 這個尊重市場機制 因為他不是對學生 對學生我一定講說不行 不行那麼貴 他說對外面 你也管不到他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真的覺得 如果大家覺得他貴 就抵制他嘛 罰起這個文大附近的這個租戶 抵制 抵制凱旋院 就不租他 不跟他租 讓他沒有租客 他租金看要不要下來嘛 這不是就是這樣嗎 所以尊重市場機制 他貴 我們就不去租他的 讓他受到打擊 讓他沒有收入 讓他賠錢 那這樣我覺得 壓力一大他就會降價嘛 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那另外就是說 譬如說他們說 為什麼要九十幾戶啊 什麼電費 我們現在任何一個樓 裡面也是都是 分成不同的戶啊 那否則怎麼算電費呢 我總不可能一個大樓 只算一戶電費 那有的用多 有的用少 你收電費 都是要分戶來收嘛 一定是這樣子嘛 元素 9 集团 沒人 有的 發財 你可以 一人 我們 從來